你好小红教练 你好先生 那个我们上周有不少的这个热心观众的答问 有一个那个群友在一直在说有关孩子玩游戏的事 你也关注到了 我们期待着您给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我最害怕给指导性的意见 那天那朋友发了以后呢 我是看到了文艺海点 就是说让我去回答一下 正好那天好像一个晚上和第二天早上 我都比较忙没有上去 我觉得发生的很合适 我就不应该上去 后来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发表了意见 讨论很热烈 因此呢大家的意见 其实把最主要的都说到了 你把背景先介绍一下 就是他是问的是孩子上网 应不应该上网是吧 我记不清那个 不是应不应该上网 我也具体的 反正就跟上网有纠结的事情 就是认为孩子上网很多 就是该怎么办这个事情 这也是这样的 那大家呢 的讨论很热烈 而且我看到相当于把这个360度啊 方方面面的都说到了 因此我不认为我有什么专家意见 首先我从来没有专家意见 你知道我是做coaching coaching问问题的不是回答问题的 所以我想把大家的那天讨论呢 拎一下 拎一下以后 因为就是像你说的 这几天过去的时候 当时说了什么 其他人也就忘了 而且你在群里都看到 都是零零星星的 所以我拎一下 我拎三点好不好 嗯 OK 前面两点呢 就是啊 那个我把这个 screenshare做了吗 我们现在是在 我把屏幕拿出来 咱们把屏幕拿出来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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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是我今天一个大的前提 那我现在想说分享三点 前面两点是大家在内都提到过 就是要避免两个极端 第一个极端是很多的家长看到的是风险 就是上网以后的坏处 第一首先比如说眼睛换眼睛 这个影响社交 就和之间没有交流了全都在网上 以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以前的想法 就是你上网是浪费时间 是没有意义的 就把风险看得很大 这是一大类 这一大类造成的结果就是什么 和孩子的对立 和孩子一上网加上就开始紧张 然后就开始管 管就不听 造成的是什么 撒谎的也有 是偷偷玩的也有 躺在各种各样的 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是一大类 当时我看分享到最后 有的家长就说 原来我可能就是我个人 过于的紧张造成的 这就是一个极端了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机会 就是家长看到了这个机会很好 就上网可以学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也是片面了就是忽略了风险 孩子就就上水就玩吧 这个时候呢 其实呢有很多可以有 harmful的东西 尤其是 我不想想看 是我不记得是2017还是 还是今年 就是联合国的 卫生组织 已经把这个上网的下不来 叫addiction 就是叫addiction 上瘾这个定为一种病症了 因为影响到很多学生的成绩 和退学在大学里头 就是说有很大的数据来支撑 这个可以定义为一个病症 因此呢 这个极端 我想提醒家 就是如果你过于 只看到机会 没有看到风险的话 你就相当于你 只是放羊 没有圈羊 那么狼来了 你这个羊可能就要死掉了 因此这是另外的一个 一个极端 这是我想说的两点 第三点就是 那么我们怎么做 我们怎么做呢 这里头 大家基本上 就是把这也谈了一些 在群里头 我可能再加一点呢 就是我想分享的是 2016年的一个study 就是专门有基金 来做了一个调研 做出了一个 就是一个学术性的study 我不是说个人的 做了一个学术性的study 这个study的一些结果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大数据了 这就是 就是说他讲的 就是不仅仅是像我们这种 common sense 我就理解到 会有这样的基金 他就用 用这种 他做了65个case study 然后做出了这样一个结果 我就说话比较有 比较相对客观一些吧 我只想分享一下这个结果 就到他这个研究的结果 他研究结果是 最后做出来的建议 一部分是给家长的 一部分是给政府的 一部分是给商业机构 就做游戏 这种这方面的 那我把跟家长的这部分分享一下 他第一个他认为 就是家长对技术的这种 自己自身的经历 价值和掌握的程度 对孩子影响是很大的 比如说你家长从来不玩游戏的人 就可能看不到游戏带来的意义 和那种joy那些东西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 这个管不是一个 one size fits all approach 就孩子年龄不一样 大小不一样 做的事情不一样 没有说一个专家的建议 说你就应该这样做是好的 回到我们以前谈到 就是家长的参与很重要 你参与你用心在里头 你就能够在那个时刻 做出一个比较明智的决定来 就是管到什么程度 哪些管哪些不管 这都比较general 第三点是家长要明白 当你过于管得严的时候 你的这种短期的 可能看上去是减少了它的风险 同时呢 你限制了孩子成长的机会 一个什么成长的机会呢 就是说孩子的一种抗拒 resilient有点像 逆伤一类的吧 就是说你孩子不是活在真空里头 要全把它包起来 将来他到了一个 这种网络的环境里头 他不知该怎么做 没有抵抗力 抵抗力可能反正抵抗力 更合适一点 说你对他这种抵抗力的成长 是削弱的 当你管得过眼的时候 第四个是说 家长应该知道哪些 是一个高质量的 对孩子来讲 是有意义的这些 cap也好 就medium 他就指medium 就是说你上网看的 那些内容了相当于 来支持孩子的成长 来参与 来创造 然后呢 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enjoy 这个 这个是我的观点 这是你的观点 这是你观点 我现在说 你们待会分享 我想我把他这几点先说完 然后再link一下 第五点呢 是我们周围这些朋友 我看的还不太多 往外圈里头可能会有 就是有很多家长感到有压力 就说如果我不让孩子上去 我有压力 别人家有了这种手机 我没有 别人家有了这种ipad可以玩 我没有 我会感到我孩子是不是失去机会了 这种家长很多 就是经济上有点困难的 相对多一些 因为他一开始就感到 我对他有一种愧疚感 对孩子 说我如果这个条件达不到 我经线达不到 那我孩子就失去机会 所以呢 他讲家长不要有这种 假设 你有这种假设可能就过激 然后去问一下 就是说当孩子玩的时候去看一下说 他现在的这个时间和他看的内容 对我孩子的这种健康和睡觉 有没有影响 他对我孩子去社交和家庭成员之间的 这种互动有没有影响 他对学校的这种academic的achievement 叫什么 学业上的成就有没有影响 他对他个人的爱好和兴趣 产生什么作用 他是不是有一种乐趣 还有学习 有上网看的东西 对他学习和乐趣 有没有考虑到 那这里呢 我想 可能就是有点问的比较多 我稍微拎一下 就是当孩子 就是以前呢 我们管的时候呢 管的是时间 或者大家管的时间比较多 一看 你今天上了一小时了 你已经时了 或者说你今天用上了两小时还没下来 我们看到的时间 现在提到的呢 更多是看到他上去的内容 也就是说要问一下这个 where what how where 就是说他上到哪里去了 他上去都到哪里去 要把网络就相当于空间 我们有一个物理的空间 cyber space 有一个网络的空间 这两个空间的时间 已经花了 就是有一个平衡 所以当孩子上去问一下 说他去哪了 what 就是他去看什么了 然后how 他到上去怎么做了 就是问一下自己 哦 还有一个why 就他上去为什么他要上这个 所以在了解的基础上呢 掌握一个平衡 另外我想说 这是就是说内容上的平衡 还有一个平衡 我想提的就是控制 控制的时候呢 我们提倡的是自律 因为你现在管呢 最多你能管到18岁 那些讲到addicted 就是上去下不来的 很多都是进了大学以后的 因为那时候没人管 你家长也管不了了 看不见了 因此自律特别特别重要 我看到我们当时群里讨论 有的朋友提出来 提的很好那朋友 而且他用他亲身的体会 他说越小的时候 你做规矩越容易 管他自律 而且自律在一个字上 也就是说你管出来的 控制下来他做到了 那是一种服从 不是一种自律 而且和自律可能还相反 他就偷着在你 管不着他就他去做 因此这个事情 我想给大家 跟家长做一个提醒 而自律怎么做呢 自律的时候就是你要有buying 就是和孩子一定要合作 让他哪怕你让他去research 这个 上瘾下不来以后的一些危害 让他去想办法 他怎么控制自己 让他控制自己 而且也就是说 从人的本性上要知道 控制自己是很难的 有的文章里说 这个是叫少林功夫 说孩子的自控 上网自控是一种少林功夫 不仅是大人要有 小孩有这种少林功夫 大人也要有这种少林功夫 包括我们自己很容易 晚上就是看一看一篇文章 两篇文章 微信上一看就带着走了 或者早上起来一起床打开微信了 要理解孩子的这种难度 而且从哪怕你进 我想说是 不是说最终的结果 他能不能控制 而是每一次控制的过程 这个当中 都是对他的一个提醒 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谈到的三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乱说的 我想说两句 我觉得现在的所谓的游戏 它不是电子游戏 它不是以前单一的 就是用来杀时间的 或者说是交朋友的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东西 是批的游戏的外衣 它就是说 它有很多有的是 比如说学习类的 连数学也可以设计很多游戏 还有那种做设计 做creative的 它有很多会设计的游戏 我觉得关键在于 每个妈妈和爸爸 要知道自己孩子玩的是什么 就是说它玩这个游戏的本质 它到底喜欢里面的什么 你比如说有些初中生 它会连网打 它为什么上网打游戏 它就是因为 它不用出门 它在家就可以跟人social 它这个目的就是social 那如果说是 比如说你像我们家孩子 我是很open的 我说他们俩在YouTube上 放养养大的 那它看什么呢 它从小就看手工 或者说看魔方 然后现在的话 就是说有很多 讲二战的历史 还是世界历史的 这有很多的话 它就都做成了那种视频 我们二战其实是 历史很枯燥的东西 我们家老大在学 可是我们家老二 就在网上找了一段看 他们俩坐在一块看 觉得那个 就是地图啊 那些很boring的东西 人家用那个 这个什么animation 突出出来 让你很容易地 去学会那个知识 你像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机会 就是一个非常容易 学习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家长 你要本质地知道 孩子的这个 这个兴趣到底在哪里 而且我是觉得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YouTube上做的 做视频的那些人 都是很牛的人 我说的包裹是讲的是 做 不是做了一些乱七八糟视频的 就是说人家 人家做一个东西出来 从音乐到画面 实际上里面都是很 很高的一个 制作的思维在里面 就是说你如果让孩子 能够从这个角度去 不管是看游戏 还是看视频 对他来讲的话 这其实上是在学习 对 这就是你谈到的那个 就是说看到的机会 就网络空间里头 现在的这个APP 做的质量越来越高 从不仅 包括做 怎么做人 一些行为上的东西 一些Moral上的东西 包括这种 你说学习知识方面的东西 都已经是 真的是日新月 有很多很多的 这种好 所以在这儿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 这也是这个文章里提到的 就是这个 他提到两个网站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 你对风险上 想多了解一点 那这就是 是一个全美的 Pediatrician的一个网站 继续看 就是说到底有什么风险 这方面 你要想了解机会呢 另外一个网站 就是他会对着很多的 这种APP做一个 在哪里去呢 在这儿 叫Common Sense Media Common Sense Media 就会把当前的 比较流行的一些APP 放上去 然后有一个 有些评 有些讲 让大家包括家长 要注意什么 所以这是两个 就是资料的来源 包括家长 要有哪些concern 哪些video是比较好的 他们配合哪些 就是他有一些 专家的 评定吧 等于说在上面 对Screen的一些 各种各样的 有电影 App都包括在里面 所以我想把这两个网站给大家 Common Sense Media Yeah Common Sense Media 这个就是说 从这个医学 这个角度就是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这个就是谈一谈 哪些不安全的问题 一些危局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以前我们这代人一听游戏 凡是跟游戏有染的人 都是不求上进 不学习 然后走邪路的 其实越来越多的社会 也在现在在提倡的 就是把什么东西都做成放 当人们已经发现 游戏为什么那么吸引人 就是它有放在里面 所以它现在把学习 把知识 把什么娱乐都融在游戏里面 也是一个新的模式 所以你不必要 我的感觉是 不要先带着原有的框框 就觉得 一说游戏 我就不敢碰如临大敌 真的是 像文艺探索了这么多年 带着孩子在 这个网络的这个世界里面 持品 就很好 孩子也学到了东西 而且很有实践 经验 经验 我觉得小红刚才说一点 就是说 要放羊 放羊 但又有圈羊 圈地 不要被狼吃掉 这个度就挺难把握 就是在把这个 这个羊圈 家长有的 有那个能力 把这个 这个放羊的领域 越来越扩大 同时能够很好地把控这块领域 这是一个 对家长是一个挑战 就是你家长有没有 关注孩子 关注他们那几个 3W1H 是吧 How Win Why What 对 你有没有在关注这些 我后来 我觉得我今天学到还是要 对我来说还是蛮有启发的 像我以前呢 我也曾经分享过 我现在我们家两个孩子 一个老大 人家是会写完作业 会什么的 会这个时间管理的 所以 我对他的上网 他也是基本 他上网的时候 基本上是要去查 他要找个东西 他有什么的 所以我对他没有 没有限制 我也很放心 老二是你 作业还没写完 什么没弄就已经在上网了 所以我跟他就有一个 协议 我曾经也分享过 我们的协议就是 他靠他reading time 来证他的这个 screen time 他读了多少小时 转换成多少小时的上网时间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 今天的启发就是 我还是要关注 他究竟在网上做什么 这个应该增加这个的沟通 就是这个为什么 那么让他有兴趣 我觉得我就是因为 孩子小的时候 我跟孩子像同学一样的 在网上学 这个角色好 那些 就是说 比如说碟纸 Diorgami这种东西的话 你在其他地方 你找个老师都找不着 他就youtube上学 而且的话 这个整个气氛也很好 我跟我孩子之前 真的像同学一样 有时候 对吧 他跟我叠的还不一样 他喜欢叠这种 我喜欢叠这种 我还是和我 之间的关系很好 很轻松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还是要家长想想 怎么隐握不到 孩子不同年龄的脑子里面去 你怎么陪伴 他这个思想的成长 而不光是就是说 吃了喝了 这些表面上的东西 对 吃喝拉萨 是三岁前的 没有脱离 这个 再总结一下 就是 我看到的 那天的 大家群里的讨论 我觉得也很可以理解 就是 道理说实在 大家也都懂 对吧 那么就是 大家提到了 比较关注的 还是就是说 如何控制 就你们谈到的是说 我非常赞同 就是实际上 如果你一个家长 能够用心坐下来 像文艺那样去 观察 了解 就投入进去 跟他一起 有了这个 三个W 一个H 确确实实不是问题 但很多家长 非常的繁忙 或者他以前 没有注意过 这些东西的话 那就 就是走向了 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 就是孩子 确确实实是失控的 他不是上去说 像你们孩子 说上去看一看 什么YouTube 去学知识 有些孩子 纯粹是上去 打游戏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家长掌握到什么度 这是家长的一个挑战 而且就说 即使你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那天 调查文章下来 给商业和政府 提出建议呢 就是 就是说 不是每个商家 出产品的时候 都是想到 他的 他给人带来的 社会的影响的 就像山人说的 游戏就是放 他抓住了 你的这个特点 在群里也有个朋友 也提到过这个 游戏就是当我玩的时候 我就那种快乐 马上就当时得到了 他抓住了这种孩子的特点 心理特点 就让你站上下不来 他可以赚钱 因此家长这个圈羊 要圈呢 而且这个时候 孩子很难下得来 而且你跟他玩一下 你去试试看 你可能你也下不来 因此这个 从这个控制 转向自律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是你每走一步 都是在进步 孩子都有一个提醒 我想到一个比喻 就是健康食品 和垃圾食品的区别 他都是要吃的 就是他如果从小吃垃圾食品 吃习惯了 你给他吃健康的 那不是打口味了 那你如果从小 给他吃健康食品 吃习惯了 他也知道了 那个不健康的垃圾食品 都有哪些害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 我今天是吃垃圾食品 但是玩也不能吃多 吃多会坑人的 他就会有这个自律和度 就是说呢 有些游戏确实是可以很上瘾的 就是大人玩上去 也可以很上瘾的 而且有的时候 人需要一种调节 就把脑子放松 对 就像我有时候 也需要吃点垃圾食 对 所以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 就是说从时间转向内容 家长确确实实要用心 就是一个是要用心 因为就是像先生说 你要先放下说 不要一看到上网就紧张 就一看到上网 就觉得要管 而是呢 就是投入进去 把三个W和一个H 搞一搞清楚 而且你即使真的 你坐下来 和他搞搞清楚的过程当中 首先有很多Joy 你和孩子有很多的交流 而且他觉得 要不然你想看 现在很多很多时间 越来越多 人是活在两个空间里头 一个物理空间 一个虚拟空间 你如果他上网的时间 你和他完全是脱离的 你想想看 你一天和他 在同一个空间里的时间很短了 他要上学 已经 你上班 这八个小时就已经没有了 对吧 放学回来以后 他上网做作业 现在都是在网上 他上网做作业 而他玩游戏 和他的朋友在那空间 你和他剩下的 就 焦点很少了 就是 大家能够坐在一起 哪怕在一起 打个游戏 现在有时候图书馆 有些活动 就是组织大家 在那一个小时里 就是来打游戏的 56了 他有一种 另外的这种 就是社交的活动 有一个那个 嗯 anyway 所以我把这篇文章的链接 放在这儿 大家愿意 更详细的看一看呢 就是 Parenting for the Digital Future 这个 他专门研究很多很多方面 其中这是一个方面 所以这是 这个可以看一下 这个study 另外就是这两个网站 一个是 从风险的 这个角度去看一看 这个aap.org 另外一个就是 common sense medium 就是比较实用了 你就看看哪些app 或者哪些screen的一些game 适合你家孩子 可以上去看一下 到时间了 好的 好的 行 另外快到时间了 我插一句吧 我觉得不得不分享 太好的事情 就是我儿子在 七年级那一年 social study 老师就是组织的 叫screen free week screen free也是学校里 或者是说 在medium 你们发现一下 英文里经常提到 就是说 我可以规定 全家今天是screen free time 全家都不 都不看screen 或者是 这几个小时 是screen free time 那那次老师组织 就是 整个一个星期 家长 学生 老师签一个合同 说这个星期 全都没有screen孩子 签了 签了 这个合同的学生 你就要执行 那老师没有停留到 只是说 签一个合同来约束你 而是组织 大家brainstorm 我们怎么运用 这些时间 我们可以干什么 所以那个星期呢 真的是孩子每天放学 回来特别高兴 他们已经想好了 要出去玩什么 有时候儿子回来 妈妈我明天你能够 在地下室给我准备什么吗 我有朋友要来 或者今天我能够到哪里去 所以整个 整个群体做起来 我也希望你们的这个群呢 将来是不是能够 发动一下大家 能够集思广益 搞一些square free time 作为 哪怕一个小时 一个月有一个小时 好了我知道说多了 就到这儿了今天 谢谢你们给我机会 希望下次再多机会 我可以继续说 嗯 感谢观看